那大家都曉得乾貴KDP他當時活警造成6個人死掉 消防隊救出來了15個人 那這15個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寶箱 可是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都是當天呢 你好大家好我是九三先生 很高興你繼續收聽這個頻道讓你朝安全又邁向一步 嗨我是金金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呢是我們想要把防火區化這件事情的 再跟大家多仔細的分享一些事情 簡單來講防火區化意思就是 我會把我的天花板地板牆壁還有門窗 都用那種防火材質防火建材做成的 那只要呢我的隔間裡面假設發生火警 我這個外面的隔間通通都給它關的好好的 我就不用擔心這個火會燒到 消防了 對沒錯沒錯 那大家都曉得乾貴KDP他當時火警造成6個人死掉 當天呢消防隊呢在乾貴KDP裡面了 救出來了15個人 那這15個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寶箱 他們彼此之間呢相互不認識 可是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都是當天呢喝醉酒的人 所以我去乾貴就是一定要喝醉的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到那邊 先灌掉 不是這個樣子啦 歌都不用唱 你看 我在由翔錦麟那些人 他搞不好也不接著聽得到 就算那些人聽到了 他還跑不動 可是呢他們有沒有事情 其實沒有事 這個都是靠防火區化在保護我了 而且啊如果我的防火區化有被破壞有問題的話 他會去連帶影響我的消防設備動作 在公共場所我會看到那個天花板是那種青鋼架天花板 那有些時候 我們那個青鋼架天花板就有破洞 我跟各位說那就是一個算是區化破壞 我這邊是那個青鋼架天花板 然後呢我的探測器是裝在天花板的下面 正常理想狀況 我發生火災煙往上飄 所以煙就在底下累積 我探測器就感測到了 但是如果我今天天花板破了一個洞呢 煙熱會往上飄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時候飄去哪裡 飄到天花板上面那個甲層 沒錯 他就從那個洞給流掉 那難道沒有一絲絲的煙飄去給警報器 會有 但可能比較慢 對 他可能不會發揮你預期的功效 防火區化有問題的話 不只是說會讓我的煙啊 熱啊 破散的很快 然後他甚至是會去拖累你的消防設備動作 我們在第52集 我們是說那個已經行動不必了人家 有心生兒吧 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伙伴 還有心臟的伙伴 那甚至我們說我們自己腳受傷了 嗯 沒辦法走 這些族群是消防社會幫不了他的 那這個時候你只能靠防火區化去保護他們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自己家裡找一個安全的房間 而這個安全房間就是除非那個房間燒起來 否則其他地方燒 那門關著 那個房間都不會隱私 那我覺得也剛好跟大家分享以前一個案例 那它是一個就是重商混合的大陸 我們有找到一個九樓的住户 就是問他說他當時遇到些什麼事情 當時我就有問他 我說如果你當天喔 你們都不要出去 你把家裡那個房門關起來 躲在家裡頭 你覺得你們會不會有事情 他跟我講說嗯我覺得不會喔 雖然他整個樓梯間都是濃烟 可是呢 因為他們的房門關著 所以他們自己家裡頭啊 其實沒有任何的損傷 沒有任何煙燻啊火燒的情況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十樓鄰居喔 半夜兩點不是警鈴響 結果呢他老兄在睡覺 沒有醒啊 然後呢他說你們消防隊到達現場 那個警笛啊在響 結果呢他還是沒有醒 再來呢消防隊在救災的時候 在外面乒乒乓乓悄悄悄打打發出很多聲音 他還是沒有醒來 他是隔天早上快要八點的時候 起床準備要去上班了 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今天我們家外面好雜聲這麼多 有點吵 好結果呢換好衣服準備要去上班的時候呢 把他的家的門一打開 奇怪 為什麼我們大樓的樓梯間變成黑黑的 NHCN 想了一秒鐘門關起來 趕緊打電話跟老闆請假 老闆我們大樓燒起來了 我今天出不了家門 如果你的防火區化是好的 你們關著啊你就算不出去 其實你真的也不會有任何事情 甚至真的就是你不知道火警 也都沒有關係 好當然我這邊不是告訴大家 警鈴被關掉 這是一個可以被允許可以被原諒的事情 只是我說像防火區化 它其實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線 提到說像防火區化這種情況啊 那隔間是易燃的材質代成的 那就不符合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防火區化 它要用耐燃隔間代成 對 這種環境 有一個台灣蠻常見的建築類型 鐵皮屋 沒錯 我們常常大家會講說 啊這個頂樓炸開鐵皮屋很危險啊 很危險啊 我們今天如果從防火區化的角度來思考的話 鐵皮屋它真正危險的地方 就在於它都是用這些輕隔間蓋成 那難道一般的住宅就是耐燃隔間嗎 一般的住宅 現在呢新蓋的 它們都會用鋼筋混濃土 它其實就是耐燃 所以其實像我們住的房子 真的發生火警 這個我們門一關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呢鐵皮屋我覺得它真正的危險就在於 它沒有辦法讓你關門閉難 你真的發生火警 只有一個活下來的辦法 就是一定要逃 所以呢鐵皮屋 就更加需要活在警報器 對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讓大家曉得一下 為什麼談到防火區化這麼的重要 第一個它真的是你保命的關鍵 第二個呢它可能會去影響你的消防設備 另做第三個你甚至是對於那些無法應變 這是它最有效也最重要的保命方法 那我想呢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希望今天的分享內容對大家的安全有所幫助 如果各位有從這集獲得收穫的話呢 請按讚訂閱分享我們的影片 另外也想問問你們 你認為你家裡最適合躲避火災的地方是哪裡呢 底下留言 下次再見 拜拜 所以後來那場火警呢 我當天其實是負責一樓的 火警結束之後我就去問一下那個同事 那個十樓啊幾號幾號啊 有沒有去搜索到那一戶啊 他說有啊 我說你們有敲門 他說有 我們有敲門 我說那然後呢 他說然後我們以為那間沒有人住 所以你只要把門關好 躺好 喝醉 我覺得後衛兩項應該是多餘的 喝醉 喝醉